香港反中的情绪 这冰豆三尺飞以日之寒 有部电影的片段 就点出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出现的摩擦 大陆人到香港去生孩子 这个前段时间的新闻有讨论过 因为现在当地的香港的孕妇 说订不到床位 不管生孩子 上大学找地皮 香港人都说大陆好像蝗虫入侵一般 人多 那资源被瓜分 当然香港人心里头不是滋味 不过相对我们来看一下 大陆人怎么想呢 你赚了我的钱 你还嫌我 那上大学的话 各批本事 你没我优秀 你有什么好叫的呢 那么反中是没道理了 我们就来看一看 也有人完全不能接受 说狗的这位孔先生呢 也是我们王丹的好朋友 等一下跟你请教 不是好朋友 不是好朋友 是学运时期的战友吗 一天的战友 24小时 后来就不认识他 24小时就不认识了 一生就认识他24小时 那我问一下 那他说这段话 有大陆网友说 他是帮大陆一些民众 在香港受到不平的待遇 做了一个平反 你怎么看 我不觉得孔庆东的言论 真的能代表中国人 他代表中国人中间 比较激进的 比较愤青愤中的这一批人了 这批人其实也没有占那么多数了 但是我确实觉得 他还是反映出 就是有些人有那种 大国或者那种大民族的那种心态 他不会设身处地地去想 对方或者香港也好 台湾也好 那么面对你这么大的力量过来 造成的空间和各种心理上的挤压 我觉得中国人 至少是1949年以后 形成的中国文化 不太有愿意去为人 为他人设想的一步 一切都是围绕着自己 这基本上背后反映的是 文化的略更新问题 你知道文化略更新的问题 不过你刚刚提到这一点 你知道台湾现在有个词 很流行的叫天龙人吗 天龙国 我刚刚想问你的是 是否现在很多大陆民众 认为香港人自视优越 因为以前是英国人 统治民主的一个殖民地 所以他们觉得香港人 是天龙人有优越感 不过听你的讲法 好像自己很多大陆的民众 自个也是天龙人 不过我觉得还是一种 反倒是一种自卑心理 他们老觉得香港 台湾这些地方 其实比中国进步 那中国现在号称 是不是崛起了吗 他在心理上 原来的那种落差 原来的那种屈辱感 他要通过更激烈的方式 表现出来 所以反倒是那种 越是没有底气的人 他越显得自己至高气 那我觉得现在大陆 有些所谓的民族主义 那种狂热 其实反映的是 他没有底气 反映的倒是 他没有自信的一面 才会显出这么虚弱的 所谓别人家是狗 这种荒唐的严重 所以就是因为 有点心里头感觉不足 然后反而要用 更强的外表来做 好吧 我们还是说直接一点 就是变态 我们来看看 香港人反中哪些原因 我们做了一个归纳 包括了大批的孕妇 到香港生孩子 占了香港的便宜 爆发妇来到香港投资 让香港的房价居高不下 大批的陆生 到香港去念书 冲击到了香港高等学府的竞争力 陆客游港 随地土壇乱滴热色 在国民教育当中 强行要制度一些爱国的教材 向内外我们特别讨论过了 我请问一下 俊仁你看 这些反中的一些 有道理吗 有 有道理 事实上这个 不止香港 在台湾已经早就 在发生这些问题 台湾有吗 而且非常的严重 有吗 台湾每条没怎么报道 我就举个例子 从开放中国大陆来台旅游到现在 光跑掉不回去的 就留在台湾打黑工的 一百多个 从哪时候算起 从98年 可是不是每一个旅行社 每个人都要交很高的保证金吗 它跑掉没关系 因为为什么 旅行社赔这钱吗 因为它跑掉抓到 它是叫预期拘留 买张机票送回去就算了 它不叫偷渡啊 所以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来台湾 这第一个 第二个霸占床位 医疗品质 现在整个大陆 我们算过 在台湾极限的医疗费用 接近三四百万台币 他就来了 心脏病发了 就住院 住院还要申请一个家人 来让他陪同 可以这样吗 可以 一定要申请家人来陪同 可是孕妇会来台湾生孩子吗 应该不行吧 我们台湾这个还好 孕妇还没有 但是生病的 现在都老人家都生病来台湾 因为他们主观意识认为 台湾的医疗品质 香港医疗品质 比中国大陆还好